美军从2019年开始研制的拉斯米原程翻舰导弹 射击目标就是针对5000吨以上拍摄量的航母 两栖登陆舰以及万吨大驱射程达900公里 因此也被称为美军的航母杀手武器 中国两艘滑越起飞的航母因不能搭载固定翼预警机 仅高预警直升机探测能力非常有限 且因地球曲率的影响 舰甲雷达对拉斯米导弹难以防控 这也成为中国航母战斗群的巨大考验 拉斯米远程反舰导弹可以通过美军B-52B B-1B、B-2、F-15以及F-35等多种军机搭载发射 四架B-1B就可以一次性投射96枚拉斯姆A 稍早前美军嚣张地声称仅凭四架B-1B轰炸机 就可以摧毁中国航母编队 就是源于对该导弹的自信 不过事情可能并不如美军所愿 在美军开发新武器的同时 中国也在加倍努力的前行 美军在研制拉斯姆的同时 中国也在研究相应的反制手段 近日全球顶尖的军工企业 中国电科38所发布了一款新型预警机 与此前38所最负盛名的空警500 空警600不同的是 这款型号为GY300的预警机是无人机 文方资料显示 GY300空中无人机预警监视机 站队的就是海面舰船 舰载直升机 反舰导弹等目标进行长时间 远距离极大范围的侦察监视 分析称 这是针对美军新型远程反舰导弹 拉斯姆A最好的反制方式 也弥补了中国航母舰队的短板 GY300预警无人机与大型预警机配合 可以有效防范来袭的导弹和飞机 从而解决拉斯姆A对航空母舰的威胁问题 GY300无人预警机最为惊艳的地方 还不只是为航母战斗群提供预警 还有其使用的新技术 官方资料明确披露 GY300使用了共型天线和智能蒙批技术 也就是说 我们当前看到的预警机背部 顶着的大盘子和平和幕的天线将不再需要 天线全部同机身表皮融为一体 这成功解决了无人机难以背负大盘子天线的问题 让无人预警机成为现实 但这只是中国最为神秘的天鹰无人预警机的简化外貌版 外媒也关注到GY300的良相 对该无人机的设计赞不绝口 称共型天线技术让人拍案较绝 刚刚这消息一出 美媒炸开了锅 直呼中国不按套路出牌 这是改写全球规则的大事 西方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详情请关注一号哨所微信公众号 回复A了解真相